大家好,我叫赵凯,是一名四川公民 在这个灾难的时刻,本人主张所有有良知的、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和共产党员们能够站出来解散共产党 这个病毒是很可怕的,而比这个病毒更恐怖的是马列共产主义无神论思想 马列共产主义无神论思想,它是一个精神瘟疫 这个精神瘟疫所到之处就是灾难 从四九年到现在,文革大饥荒,正反,三反五反,还有后面的腐败八九六四 人民所经历的人祸无以复加 这个精神瘟疫到了这里之后,中国人也丧失了自己最基本的人性 我们不再敬畏上天,我们对子孙后代也没有责任感 人民一贫如洗,而政府却把钱疯狂的撒向世界 现在这个病毒在全世界传播 中国人将迎来全世界的追责,全世界的索赔 全世界的报复,甚至有可能会引发排华的浪潮 而国内也将进入新的灾难与危机 失业潮,贫困,甚至会迎来饥荒 还有腐败,独裁,还有人民所经历的恐惧 所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,为了中国人的后代 能够生活在正义阳光之下 我主张呼吁所有的中国人和共产党员们 能够站出来解散共产党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都需要付出代价 今天我付出我这份代价 我呼吁解散共产党 愿上天保佑我们这个族群 愿主基督耶稣能怜悯我们